轩然对着一诺贴脸开大 打AG必须要针对一诺 要是你不针对他 他会骑在你眼上 使劲地疯狂点你 我的天哪 如今的一诺才是真正的顶尖射手 老杨跟白衣说出大实话 伴随着KPL春季赛第二周比赛临近 各个队伍也是回到了俱乐部 正式开启新一轮的磨合跟训练赛 包括人气常年第一的AG 并且他们第一周就拿到两年胜 基本上可以锁定一个S组名额了 整个队伍的士气也是持续高涨 就连轩然都开始对一诺贴脸开大 只因他说打AG可以招惹一诺 但千万不能去招惹武将 直接是被轩然一顿操作输出 属实是有点炸脸 不过不得不说 整个AG的气氛越来越好 对他们稳住成绩是一件好事 打AG可以去招惹一诺 但是不能 千万不能去招惹武将 打AG必须要针对一诺 要是你不针对他 他会骑在你眼罩 使劲地疯狂点你 在你眼罩里跳芭蕾 但是千万要连着一诺 千万要针对他 不然他们在脸上 一直跳芭蕾 卡卡跳 在脸上疯狂急速度 让你在高地只能看他 狂点你狂嘱嘱 你只能狂回选机场 不选兄弟们 打AG必须是针对一诺 不然一诺 前进 然后就是老杨跟白衣谈到一诺 其实他一直掉点的毛病 好多年都没有改 那时候的一诺 并不能算是最顶尖的射手 如今的他 从亚运会重做归来 对线能力本来就猛 现在又不掉点了 自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问一下 一诺的能力 你觉得你怎么凭他一诺 一诺现在很强 顶射手 因为一诺 把他自己的毛病改掉了 他这一点 我还是比较佩服 因为他前面就一直掉点了 就那一个毛病 好多年没改 但是他后边就是 改了之后 人也夺惯了 没毛 挺好的 现在挺好的 人家现在就是对线强度本来就强 他就是一个比较深的这种选手 本来对线中猛 再加上现在又稳重了 就是变强了 这一点是没什么好处 总的来说 AG虽然换上新人大帅 但是因为队伍首周 拿到两年胜 并且大概率能够进入S组 队伍的士气跟气氛 自然没问题 反过来看猫神 可能就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搞不好都要转会才能上场 毕竟 AG春季赛夺冠的可能性并不低 当然也有可能 猫神会很快就重回赛场 至于伊诺确实改变了很多 业内人士对他的评价 就是又尾又C 这才是真正的顶尖射手 大家觉得呢